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到了大家最喜歡最期待 我很久沒拍的一個淘寶開箱片 今天會介紹我早一兩個月 一直存下來買回來的淘寶 我也知道大家很期待 我們就盡快開始 第一件要分享的是我身上這件露薄衣 這件一致薄衣我覺得非常好搭 性感得來又不算暴露的感覺 會有可愛感 這件衣服會做一個很短的設計 所以它有一點風滿的效果 但這裏也做了一個細節 是一個通洞的袖 有一點花紋 所以它也不會過分的單調 是有一點細節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隻顏色 因為它穿下去 令我看起來不是黑黑暗沉沉 而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顏色 所以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這件 之後就想說一件格仔紋 都是一致薄的衣服 我想大家之前都...哪一條影片呢? 我也不記得哪一條影片見過我穿這個 它本身會附送一個項繩 我覺得這套衣服也是很漂亮的 我現在換給大家看 我回來了 我想大家看到我穿的話 就會不陌生 因為之前拍片都有 它附送了這條項帶 這個項位因為做了一個像襲衣服 扣扣的 所以它有一點束 有時候會看起來有點像公主 拋拋 然後它下身這裡 因為沒有做束腰 所以你做少少襲衣服的話 它一樣會很好看 而且今年很流行這種 加頓麵包格仔紋 所以這一件我也是自己非常喜歡的 它的質地有點像襲衣服的質地 不是棉的 所以如果你說很熱的話 它也不算很適合這個天氣 但是如果你說 一路都在冷氣裡面 或者天氣會涼一點點的話 這一件就會很適合和很漂亮 之後有一件是 詢問度非常高 拍片拍過的 拍照又拍過的就是這一件 粗吊帶的白色背心 好 我又回來了 這一件穿了下去 是非常清涼 非常清爽 它算是比較薄身的一件衣服 如果你是穿一些 色彩的底衣服的話 都要留意一下 例如我這樣穿了一件 紅色的底衣服 都會透到出來 會看到它做了一個 少少娃娃妝的設計 但其實這一件衣服 它拍照 穿出來很漂亮 但它也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沒有彈性 所以如果 如果 例如 胸口多 肉少少的話 其實 呼吸 是有一點 困難 有一點 壓迫感 而且 它放著 這條帶 很容易會掉下來 所以 這個就是買這件衣服 要留意的地方 之後 想說另一件白色的背心 它這個款式 就會前面 好像很斯文 一件很普通的雪紡背心 但它後面 會做著一個扣扭 和綁蝴蝶結的設計 所以這件衣服的細節 就會在後面 前面 你這樣看 它會是一件很普通的 短身白色背心 我終於找到一個角度 它後面就是這樣扣扭 和有個蝴蝶結 我想說我這樣扭一扭 到後面之後 我整個人都喘氣 出汗 超辛苦 讓我先休息一下 這次淘寶的開箱 比較多上身的衣服 因為我都沒有買下身 或者太多黏身的東西 因為 都是想買清涼一點的上身衣服 之後想介紹一件 我是包式的買完的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因為我之前淘寶開箱 買長袖的時候 有一個是束腰上去的衣服 我自己是很喜歡那個設計 所以去到夏天的時候 我就買了短袖版 這裡看到嗎 它是一個短身 然後做了一個束腰的設計 我又回來了 看上去 其實我很喜歡它這個設計 因為它是做了V-Lang 所以你不會顯半 因為露了鎖骨 你會很顯瘦的 這件衣服 然後這個位置 就是做了一個束腰 我的肚臍就是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它也是一個很短身的設計 我覺得我這條片的形象沒有了 因為我現在很肥 所以大家看到那些豬腩肉的話 不要見怪 我很喜歡這件衣服 喜歡到我買了黑色 然後買了白色 還有一個比較沉的粉紅色 因為它只是出了這三種顏色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這些比較黑 又沒有去到很清 很健康的顏色的時候 這隻顏色就不要試了 因為如果你很白 這隻顏色應該很顯白的 但是如果去到我這些黃黃黑黑的人 這隻顏色就會顯得 人看上去有點髒 有點髒黑的顏色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的 它就會顯得我很暗暗沉沉的 但是如果你非常健康膚色 我會覺得這隻顏色很OK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介乎兩隻中間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你去買這種顏色的衣服 我也是冒險買了回來 但是我是會穿的 我不會浪費穿的 只不過如果讓我再選擇 我就未必會買這隻 然後這一件 我看一下有沒有方法 可以拍給大家看 因為現在很黑 我拍不到平常的全身 給你們看 就是一件很薄的外套 大家都知道我的濕疹印 我經常都很介意 所以我自己都會不停地 穿一些很薄 或者是半透 或者是類似的薄外套 穿的 而這一件是我最近買到 覺得撿到補的一件 因為真的超漂亮 質地超好 穿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很透 它絕對不會焗束 它的類似是非常滑的 長度是膝蓋左右 然後它的袖 是做到一個很大的束袖 不知為什麼我看下去 是覺得自己的袖 好像一個南瓜 超可愛的 你看到嗎 真的很喜歡這件衣服 但它不是那些 我平常買的 可能是二十幾三十塊 這件不是的 它好像要八十幾塊人民幣 大約是一百塊港幣左右 但我覺得它是超級值的 而且我只找到一間店可以買 所以大家如果像我一樣 想買一些薄外套 防曬衣 我覺得這一件 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記不記得之前 我是介紹過三個迷你包 淘寶 其中一個 就是很有趣的 啪啪草藤袋 有觀看 跟我說 買了之後 覺得很喜歡 很想買另一隻顏色 讓我停止了它 因為 我自己會覺得 兩隻顏色差不多 不需要買完 一定會有更好的選擇 今次的淘寶開箱 就是一個 我覺得 一樣是很漂亮 很可愛的草藤袋 想跟大家分享 它是一個 有點刺繩的藤袋 一樣是超便宜的 好像 四十元人民幣左右 它裡面 今次不是啪啪 又不是拉鍊 是做了一個 索繩袋的設計 它應該是 沒有記錯的話 一索裡面 就只有一層的索繩袋 都很好放 裡面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之後 它的帶子 會是一個PVC的帶子 我覺得它是有少少偏短的 所以 沒有那麼適合邪背 我覺得 側背會比較方便 它背了上身之後 大約就是我屁股這個位 它算是一個 迷你大小 不會太大 但是裡面 都可以放到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 這個就是我另一個 的藤袋 推介 最後一樣 在淘寶買的東西 就是一個我朋友 推介我買的 然後我覺得 真的 都很實用 和適合現在的天氣 用 想跟大家推介 它是一部噴霧機 現在夏天很熱 它 可以噴到一些 超級霧化的水氣 超舒服 其實我現在拍片拍到全身汗 超辛苦 它的霧氣 是很小很小 你會看到它全部都好像 不是水來的 是噴霧 那樣的 裡面可以放少少Toner 不用只放水 就可以 令到它的保濕效果更加強 它只不過是人民幣28.8元 是不是很便宜 我覺得這件事 超便宜 而且它好像周星馳那些東西 你不要以為它是一個噴霧器那麼簡單 其實它還有一個尿袋 它下面還有一個USB位 和充電位 可以做到一個尿袋 所以如果你的電話沒電的時候 它除了可以幫你的臉保濕之外 還可以幫你的電話保電 是不是超級實用 我真的超級無敵推介這個噴霧器給大家 我買了回來之後 然後我媽媽馬上下單 說要再買 所以我現在還有一部紫色的 我拿來給大家看 我沒有騙到大家的 這部白色配玫瑰金的 是我的 然後這部粉紫色就是我媽媽的 這個連結裡面 是有幾個不同的選擇 有些是更便宜 我買這部是最貴的豪華加大版 這個豪華加大版 只需要28個白人仔 所以大家一定要買 好了 那我這個六月淘寶開箱分享片 來到這裡 首先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 我究竟用哪間雜運 我自己是用瘋狂雜運 如果你想知道究竟瘋狂雜運 有什麼好 或者它的網站是怎樣運作 我要怎樣去做這個雜運 為什麼會不用官方的雜運 而選擇用這個方不方便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 如果多人有興趣的話 我下個星期拍一條影片 就專門說怎樣去做這個雜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記得參加 快點讚 拜拜